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三节 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 后来节时有一百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三十倍的 明白原文有掌握抓住的意思 指的是心里真正的理解 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节 提到耶稣复活后 在姨玛五思的路上向门徒显现 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 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心窍就是神在造人的时候 赐给人与神交通的器官 门徒当年需要耶稣开心窍 来明白圣经 今天我们每一次读经或祷告 也都需要圣灵的开启 就如保罗在一幅所书 要我们祷告 求将那次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它 听和明白都是现在分词 表明一个心田是好土的 他会持续不断专注的听和明白神的道 结识就是结果子 就是把所听见所明白的道照着去行 也就是让神的话从我们身上活出来 当我们这样的听 这样的明白 这样的行道 就会有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的结果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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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